這幾天我們一直在談論小米12系列產品 並且它的熱度也很高 據了解當前被預定的小米12和小米12 Pro 分別已經突破了20萬和30萬的預定 明顯今年小米12 Pro的熱度要更高 除了在驍龍8芯片外 它們之間的區別也在逐漸增大 這可能從屏幕、快充、鏡頭等多個方面開始 小米現已確定,小米12 Pro將配備三星製造的AMOLED顯示屏 相比之下,小米12將使用滑芯的顯示屏 小米12 Pro的屏幕將是三星E5 並提供LTPO支持,能夠進行至適應刷行率直接切換 雖然小米12使用的是1080P顯示屏 但其因它的機身尺寸要小得多 如若繼續2K屏,並不能保證日常續航滿足 所以小米12的負責人在之前也有這樣的看法 而小米12 Pro則無需考慮這方面的因素 當前小米12的所有機身配色也出現了 根據小米12的宣傳視頻 其可見黑、紙、藍、綠四種配色 其中擁有皮革後蓋的為綠色版本 和去年一樣,之後小米可能每年為數字系列 都會推出皮革版本 在相機方面,首次從洩露人士曝光小米12炫圖後 再到官方公開後製鏡頭模組 我們也非常期待它能在今年外相機方面帶來提升 據了解,小米加外小米12系列的產品 配備有後製為5000萬像素的主攝像頭 這顆鏡頭為索尼提供 為何最終放棄了三星以10800萬像素鏡頭 可能小米一開始注重起了細節上的優勢 它們雖說都為5000萬像素 但傳感器並不相同 小米現在已經監視了小米12和12 Pro的 5000萬像素相機之間的差異 小米12 Pro將配備更優質的傳感器 獲得了更好的索尼IMX707 這是華為P40 Pro和Mate40 Pro上使用的IMX700的變體 自然成績差不了 IMX707是一款1.28分之1英寸的傳感器 具有雙PD對焦和合併後的2.44微米像素 並擁有49%的進光量提升 同時小米12 Pro還會帶來前往式長久鏡頭 它可能仍然保持有5倍光學變焦 與120倍的數碼變焦功能 或許說今年在圖像質量上要更好 至於小米12的主鏡頭傳感器要弱一些 小米12顯然將搭載的是5000萬像素的Sony IMX766 IMX766已經成為了首選的終端傳感器 所以在今年定位中的小米12中 有理由首選這顆傳感器 它的傳感器是寸為1.56分之1英寸 它比小米11上的1.33分之1英寸的傳感器更小 除此之外,小米12還擁有超廣角和微距鏡頭組成 在它們的前置鏡頭 小米12和小米12 Pro都將配備3200像素自拍鏡頭 前置上頭還具有原生美顏濾鏡功能 小米就早前宣布搭載驍龍8的小米12和小米12 Pro 將於12月28日一同發布 前者將配備1080P 6.28英寸顯示屏 後者將配備2K 6.7英寸顯示屏 小米12是第一款推出的緊湊型旗艦產品 有傳言稱在這兩款機型外還會加入一款為小米12X的機型 它們出廠都預裝了命油13系統